好 现在本土疫情是持续升温 指挥中心昨天是宣布新增21例死亡个案 那么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死亡个案的新高 专家就认为说这个隐性缺氧 仍然是死亡最大主因 但是想要减少这个病逝的个案 最重要的还是医疗的量能需要足够 320例本土 那166例交诊回归 全台确诊人数迟至增加 本土个案超过6600例 从22号校正回归开始472例 一路到25号都持续400多确诊 26号505例是近期最高 27号493 28号342 29号新宣布的本土320例 校正回归166例 指挥中心认为 案件数通报速度有加快 尽管校正回归趋缓 但死亡个案数仍无法止血 目前就这一波有87例死亡 那在家中死亡有3例 死亡率大概就算大概就 现在大概1.3多吧 1.2多 29号宣布21例死亡 共13名男性8名女性 年龄介于30到90岁 有慢性病时的共18位 死亡数再创单日新高 全台因为新冠肺炎死亡 5月23号以前共17人 再来连续三天都是6例死亡 随后不断冲破单日记录 共夺走99条宝贵性命 专家认为每日都创死亡新高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想要降低死亡率 要赶紧截断传播链 确诊者容易造成猝死的隐性缺氧 也要注意避免 专家认为台湾要止住死亡病例 医疗资源要强化 加快确诊送医速度 缩短空窗期 否则只怕悲剧将持续上演 记者陈建安 草娇人SNG台北报道 全台疫情严峻 台北上科文哲连续几天 都为了医疗量能的病床事情 跟中央来对杠 那么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 昨天傍晚就在脸书po文说 仁爱院区的确诊重症已经爆量了 过去一个星期 最严重14名病人在急诊带床 无法住院 呼吁政府别再置之不理 希望台北市政府跟中央有更妥善的安排 那么这个医师职业工会在文章当中指出 5月15是每日确诊数破百的第一天 当时仁爱院区收治了15床的确诊病患 没有人住进加护病房 也没有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但是到了5月29号 已经收治了总共65床的病患 有24床需要使用呼吸器 其中有13床使用呼吸器的个案 因为这个加护病房的量能已满 只能在普通病房里头治疗 有些合并要洗肾的需求 以及其他急重症的个案 也没有办法入住加护病房 根本没有办法附和了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重视 他们第一线的困难 那么台北市上柯文哲 为了这些病床数 二度杠上中央 昨天他又在发飙怒批鬼扯 他说如果自己还在台大 是科匹的话 卫福部次长石崇良 还在急诊处 敢说这种瞎话 他病例早就砸过去了 而谈到买疫苗 柯文哲又跑红财政府说 与其纾困花6300亿 不如抽600亿来买疫苗 就可以解决问题 讽刺绑装脚 也不用花到这么多钱 台北市长柯文哲 前一天才为指挥中心宣称 北市有600多张病床 炮轰中央头壳坏掉 隔天显然怒气未消 再度开标 你们这些中央官员 不要坐在办公室看报表 怎么可以讲做什么 双北的医疗状况 你不清楚吗 知事求死你知道 但是千万不要在办公室 吹冷气你知道 看报表那都要下政策乱来 我们收治的是房间数 或者是病床数的计算单位的不同 在双北地区有320间 照双北市长质疑 像活在平行世界的指挥中心 就算再公布最新病床数字 也是让外界难去除疑虑 难怪柯P标准化 不过柯文哲画风一转 点破疫苗 台湾根本不是买不到 台湾也不是没有钱可以买 去年就花2100亿了 现在听说要花多少钱 6300你知道 抽十分之一抽600亿 买疫苗就把这事件就解决掉 买疫苗解决你不解决 然后再搞个6000亿 把我家也不用那么多钱 从疫苗数量到疏困措施 蔡政府的大内宣没停过 柯文哲看不下去 忍不住实话实说 全世界已经有18亿的 将近18亿的疫苗已经打掉了 台湾要买个500万 不是那么困难 做该做的事 不要老是想要做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 双北为防疫努力 甚至为封城做好准备 执政党却是一年多 疫苗还看不见 过不去的意识形态 也让百姓质疑蔡政府 防疫的决心到底在哪里 借牛城李一璇台北报道